30. 東方日報 如有證據控告期永久有效 2015年7月27日港民A18 本報信 今次天價藥粉事件,執業大律師陸偉雄認為存在灰色地底 關鍵在於雙方買賣商討的過程中,消費者是否異問名價錢 賣方又有否說明清楚買賣價格,才能判斷誰是A 他稱,以口頭訂立價格,亦屬有效法律協議 如當事人有證據,可給予口供,再讓法庭判斷是否接納 即使是旅客,亦受到香港法律保障,控告年期永久有效 為商品說明條例可囚五年海關發言人表示 根據商品說明條例第十批條,如商戶未能就產品向消費者提供充分的重要資料 可能會觸犯誤導性遺留罪行 價格是其中一項可以影響消費者決定的最重要資料 違反條例屬嚴重罪行 一經定罪,最高可被判罰款五十萬元及監禁五年 海關卓指,非常重視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除會不時派員巡查外,亦會派員喬莊顧客進行視察及偵查 確保商戶遵守法例規定,消費者委員會總幹事王鳳琴朗 指出,若在銷售過程中涉及詐騙及誤導,消費者可以報警處理 而消費者除貨比三家外,亦應光顧有相遇的店舖 若用信用卡過數後發現被騙,可向信用卡公司申請取消交易 但申請會否獲批,最終由信用卡公司決定 銷售會設有點名機制,各行各業的商戶如屢似 以不良營商手法經營,不排除啟動點名機制譴責 銷售會arez 銷售會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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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